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 繼續有數以千計民眾上街示威 他們不滿政府和歐盟達成援助協議前 沒有諮詢民眾的意願 而全國的銀行關閉近兩星期後 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中午重開 首日只會營運6小時 當地央行安排全副武裝的警員 互送多部借款車 將大批現金送到銀行 為重開做準備 當局亦實施資金管制 包括限制存戶每日最多提款300歐元 暫停兌換所有支票 而在境外使用信用卡 每月不能超過5000歐元 但國內就不受限制 又將同其他國家的轉帳上限定為5000歐元 超過這個數額就需要經過審批 客戶亦不能提早拿回定期存款 但如果用來清還同一銀行的欠款就例外 官員說有關措施會實行4日 然後再檢討 相信不會令銀行出現混亂 而多家銀行亦加派保安維持秩序 蔡普路斯為求獲得歐盟價100億歐元貸款援助 同意關閉國內第二大銀行大眾銀行 而10萬歐元以上價存款 會被凍結用來還債 當局估計存戶可能會面臨高達4成價損失 香港寬頻電視機仔金螢報道